ElenTRA 開始了 我是出來之後才知道是ElenTRA 我以為是Mazda 3 這台是ElenTRA AD的FACEBALL版本 所以後懸吊的話是拖曳幣的系統 我認錯車種 所以剛剛問我們師傅說上面怎麼要拆東西 不好意思 那今天經理講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今天是6月的22號 那因為KT真的是受不了了 所以原物料的這些成本 像是紙漿的價錢漲了大概兩成多 然後如果從2018年到2021年 這三年的期間 我們有一些零件像是鐵管的部分 漲了大概三成五左右 很誇張 本來一公斤的話 鐵的一個抽的原料 本來一公斤的話大概39塊 現在一公斤已經五十幾塊錢了 所以不得已真的要調漲 那自從6月26號開始會調漲1000元 所以如果有關注KT的話 記得剩下三天的時間 可以趕快跟我們經銷商 或者是店家的話趕快洽詢 多少省一點錢 省1000塊錢 那這一台的Elantra AD的話 我也忘記之前有沒有做過直播了 比較多的應該是Sport的版本 因為Sport的話它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是多連桿的 還有那一台車 Elantra Sport的後懸吊系統 另外一台車台灣沒有 那台車建理很喜歡 i30N 那一台的話後懸吊系統 就跟Elantra AD Sport是一樣的 但前懸吊不同 前懸吊的話 像這個Elantra的話 它是走這樣兩顆螺絲的 可是i30N的話 它是一個類似Focus 類似或者是KIA Stinger一樣 它的前腳是一個O系的插入式的仰角 所以不太一樣 那這台車的前懸吊系統 跟Sport版的話就都一樣 這裡還有寫一個AD Eleantra AD 所以Eleantra AD的話 前懸吊都一樣的 差異只有在後懸吊不一樣而已 那前懸吊的話 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上座KT就有附了 好 這個是哪一個品牌 這都是韓國的 那這個是後懸吊 後懸吊的上座的部分 有一個上座 就跟Golf的車系一樣 有一個上座 那個上座的話 是要沿用原廠的 那這個阻尼的話 它是拖一屁的 所以它的阻尼 原本的話就會設定的 比較舒適一點 比較舒適一點 好 那這一個是後方的彈簧 它的彈簧跟這個 這兩個規格啊 記得喔 渦輪跟非渦輪是不同的喔 好 所以這個的拆裝 後方的話也會稍微簡單一點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後方 避震器KT裝上去的樣子 這個是後上座的部分 後上座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看過 經理介紹過Golf 這個零件啊 跟福斯的Golf車系很像 所以這個上座 需要沿用原廠的 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個旋鈕啊 就是要調整軟硬度的 往順時針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變軟 好 那再來一個重點 就是這一台車 後方是拖一臂的喔 如果啊 我們把這個筒聲調長調短 車高並不會改變 車高的改變是要調整 彈簧上方的調整機構 這裡 這個機構的話 我把它長度調長的話 加上彈簧的長度 如果變長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所以車高的調整 是靠彈簧上方這個調整機構 但是這個筒聲啊 記得這種車款 很機會很機會 所以把筒聲縮得太短 如果筒聲縮得太短 如果筒聲縮得太短 彈簧預載過多 那這台車糟糕了 後方的話 會非常非常的癲 非常的跳 所以這台車 最主要的重點 就是後方的彈簧 拜託一下計時 千萬啊 不要預載過多 預載過多一定會不好做 這台車所以 後方的話 只有一二三 三顆螺絲就可以拆下來